原段延續假期即將來臨 雪碎塞車潮必定再度湧現 武黨籍立委候選人邱錫奎 今天就特別在投城交流道旁 召開記者會 呼籲雪碎假日實施 調波車道 來改善塞車之苦 雪碎每逢假日比賽 一直以來是宜蘭人的噩夢 而為了解決這個困擾 武黨籍立委候選人邱錫奎 今天特別呼籲 假日時雪山隧道實施調波車道 也就是說星期五晚上 將北上的車道播一個車道 給南下使用 而星期天的上午 則是將南下的車道 播一個車道給北上使用 以此以來可以追加50%的車流量 調算到車之苦 一拜五的時候 南下的車道 多一個車道出來 總要去台北的車道 北上的減一個車道 如果這樣就能增加百分之五十 而車的流量 相對的 雷拜年 如果雷蘭要去台北的車 會加很多杯出來 台北要來我們宜蘭的車 會減少很多 所以我們將要去台北的車道 加一個車道起來 就是說要剛才宜蘭的車道 就把他減少 減少一車道 讓他要去台北的車道 雷拜 雷拜的方要去台北的車道 賣三車道 如果這樣可以增加交通的流量 百分之五十出來 而且可以積極開箱空 減開半個箱空的鎮定費用 邱士閣也表示 除了調波車道 可以輸切50%的車輪量之外 他也建議要加強線內的交通接駁的措施 讓遊客到宜蘭更加的方便 宜蘭事務記者 來不辛苦的報告 謝謝